三個多月前,陳大河在錄影館的天花塌了 開始觸發給大家考慮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錄化是很直接做的 在學校裏錄化天台、錄化的地方其實很有意思 但當中可能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們在暑假裏面,特別是葉建源 我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去了牧羽處,也找了教育局 要求他盡快跟進的問題 不過很可惜,在我們開始初期 由五月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去開始跟進,不怕見都是用一般的處理方法 就是叫一些學校自己找知名人士 跟著我們約他見面,他不見面 我們今天就請了其中兩位 幫我們走定得很重要的 討募結構官職司,兩位的同事來幫忙 他們在暑假裏面去了很多教育局 看了很多不同的問題,看了很多情況 他將他們收集的資料,結合他們的專業知識 今天就跟我們分享初步的結果 會有兩類的天台 一類叫做inaccessible inaccessible的就是我們沒有樓梯上去 另一類就是accessible的 即是樓梯可以到達 還有圍邊有1.1米高的圍欄為主 因為我記得很多學校 就是為何可以做老法官員 就是因為有人給了分地 於是我就去做 純粹是一提過 那就有了 但是有了之後 大家沒有考慮到 原來這隻貓仔狗真的領養了回來 人家要照顧牠的 雞肉 心上伯爺 心上伯爺 的